你又干什么去啊 我不干了 行吗 来 师父 你干什么去 我出去溜达溜达 上班你溜达什么 有班可上 怎么没有班上啊 服从命令不知道吗 去 到自己位置上去 说这楼里边有我为什么 你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你小子别给我犯魂 这点困难挺不过去吗 顾局您有事 说一下啊 电机场这个案子呢 要成立专案组 宋哲呢负责 四队主办 大家呢在思想上要有用 喂 你又干什么去啊 我不干了 行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干了 再说一遍 干吗呀你 师父 别叫我师父 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 都是为了工作 魏国平 只要对得起身上这身警符 做点委屈怎么了 这点委屈都受不了 你就趁早滚蛋 不是 顾局 老魏不是这意思 闭嘴 笑笑笑笑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 谁敢给他求情 我不给他面子 我顾卫东 只有为了责任 不怕艰苦 不怕委屈 不怕牺牲的徒弟 从来就没有过 把自己的情绪 放于警察职责之上的 困杖徒弟 没有过 不像话 你脸色很不好啊 多长时间没做体检了 记不得了吧 反正去年你没做 现在这就把体检做了 这是命令 你为什么会被调查啊 我想你自己比我 比调查组都更清楚吧 我真不清楚 你的软肋 敌人最清楚 才会拿这个来攻击你 这招如果不能奏效 下一命 可能就会直接攻击他 攻击你最在意的人 逼你就犯 所以 如果你选择放弃 不甘警察了 我完全理解 也会尊重你的决定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在 做最后决定之前 在深重考虑一下 为你刺激 也为他 因为你不过 因为你不过 你不过 你不过 你不过